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歡迎收看2013年7月21日的耶教義新聞 我是羅斯堡為你報道 講問教會行政秘書到時過百萬奉獻 美國香港教會基督教華人神召會葵聰堂 早前拼任了任家威32歲為行政秘書 這位秘書其實是一位賭徒 由於月申請得萬一元 難以償還10萬元的賭債 所以就冒充教會董事簽名 8個月內32次開出支票 攝取合共126萬的奉獻 導致最後教會未能出糧及應付日常的開支 他現在已經向警方自首 被判了兩年兩個月 國際新聞報道 第一則 男子偷耶穌T-shirt被捕 美國男子Payton 22歲 日前在百貨公司Walmart 因為盜獻被捕 其中包括一件印有 Jesus is my baby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意思 智養的T-shirt 而返起百貨公司 將這件T-shirt 一包薯片 熱狗放在靠物袋裡 然後試圖不給錢 離開百貨公司 之後被捕 今次真是BEST FRIEND 都幫不到他 國際新聞 第二則 Julio七十歲 曾經是美國教會的牧師 在1992年被判多宗性侵兒童案罪成 判入獄十二年 假釋十八年 合共三十年刑期 兩個月前 一名十歲的女童向警方透露 和牧師玩傻貓貓的時候被牧師上下其手 所以牧師已經被法庭判入獄十八年了 國際新聞報道第三則 美國教會Granville Assembly的主任牧師 Larami被落案控告 曾經在四月時向人脫衣奴蟹 受害人的名字沒有被公開 但法庭文件指受害人並非牧師的妻子 牧師可以以2500元保釋外出 將於七月再次出庭 現時教會官網依然把Larami列為主任牧師 但官網裡引述了哥林多前書九章27節 我是公黑己身叫身服我 恐怕我全福音吸引 自己反臂氣絕了 難道脫衣老蟹都是全福音? 娛樂新聞報道 之前有些網民說 美國三藩市國際機場降落墜機的波音777事件 覺得七這個數字很邪門 不過普遍的人都覺得這件是悲劇 但想不到之前是風水師 現在是基督徒的陳振聰 對七這個數字有另一番見解 太陽報報道 判監12年的陳振聰在赤柱監獄已經復贏了2個星期 聲稱已經成為基督徒的他 表示在獄中覺得和七結合了不解緣 他在7月7日晚上7時入住7號倉 他深信了測這個數字是他的行運號碼 他又跟朋友說 閒時會跟獄中的基督徒一起祈禱 令他心裡感到非常喜樂 他計劃在獄中寫書 曾經在監獄探望陳振聰的人士還說 陳振聰十分滿意 為他在獄中作出一切的安排 例如可以跟一群基督徒一起祈禱 覺得很安慰心情好很多 跟之前的報道擔心陳振聰說 在獄中會被人暴力對待截然不同 他又跟朋友說 他透露二月有一名印度的先知 我跟他說 神會在七月份為他作出不一樣的計劃 結果七月五日他就被人判刑 期後被送到赤柱監獄 他最初安排在獄中的醫院 之後就籌到俗稱水飯房的特別獨立籌室 再巧合是因為他在七月七日晚上七時 入住了七號倉 令他深信了七 這個數字是他的幸運號碼 他還跟朋友說 他入到七號倉的時候 七黑一片 他突然間有一道光和聲音跟他說 這些都是為你預備的 那一刻他就非常感動 他提醒自己內心以時常保持寧靜 不可以有任何東西在超越神的掌管 他現時就計劃在獄中中修讀神學 治學和英文 還計劃寫書 我收集了很多關於七這個數字的生活 例如71 Windows7 7up Jetpod7 4條7 7隻手指 7zip 將來還可能有iOS7 唉 不過我覺得還是不要想太多了 反省自己改革自身更好 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歡迎各位收聽《夜交移民》 這次我們請到當代的現代史圖寶羅 每次請到我都說這句 很多個史圖寶羅 這位朋友叫做 你自己說 你想怎樣稱呼 Eric Eric 你喜歡開真名 我開真名 我無所謂 金德寶 你和Eric 你們相不相識 其實 他是我金德寶的Facebook朋友 即是他加了你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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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都會在Facebook那裡亂留言 一下別人的事情 雖然我不認識別人 陳道你認識Eric嗎 我就不認識Eric 哦 那好吧 你稍後可以聽到他的故事 因為我很少去看別人的Facebook 那些Status 通常都是羅乃圈那些 那些 說完無厘的事情 假裝感性 食家最流行 哈哈 說不說 假裝感性 追女生 那些 我很少看 但是 最近我看到Eric 他寫一些Status 那我覺得寫得很好 就是那個故事 那我想他親口說 即是他如果沒有空上來 我都打算說 有他親自說的 就更加好 那其實也切合今天我想說的 其中一個主題 如果有時間說其他題目 那 最近 其實我之前也不知道 但我最近才知道 原來那個蘇永智牧師 他很大顆 哈哈 以前我也知道他出名 但我以為他是瘋 所以出名 原來他是真的出名 金德寶你是不是剛才說話 我不是很聽 沒有,我笑而已 哦 這個蘇永智 因為他那間教會 原來是 是不是全香港最大的 那間恩福堂 有沒有搞錯 陳道你知不知道 是啊 他教會是號稱香港最大的 不過就算數字上 可能跟其他有少少出入 但就算他不是最大的 都是一定是Top5 Top5 除了他之外 還有什麼教會是很大的 還有錦光堂 還有元朗 錦光堂 我聽過很多壞事 是不是 錦光堂 這些都是大教會 港島區是同福 這些都是九龍城城鎮 這些就是 還有香港島北孫 北國孫道會 孫道會北國堂 這些就是大教會 我聽說錦光堂 之前有聽眾打過電話進來 就是為了教會增長 無所不用其極 又說什麼叫人去行山 說去燒東西吃 其實去到是聽福音 那些 就是很多這樣的事情 其實大堂都是有這些 為了籌款 或者數字上有增長 都會做這些 可能 是啊 這個恩福就是其中一間最大的 除了錦光堂之外 因為最近我才發覺 蘇永智周圍講座 去世界各地教人如何 恩福增長的秘訣 我最近在《基督日報》 看到有一個訪問 其中有一段說 這個 就是那個恩福堂 由最初幾百人 增長到現在過萬 這個絕對是上帝的祝福 這是無可否定的 他說這個百分百是上帝的恩典 恩福堂之所以 是增長成這樣 最主要不是因為策略 而是同工執事 組長弟兄姊妹的偉身和同心 但是我覺得 如果那些人相信他 照他這樣做 我覺得是失敗的多 增長 因為我覺得恩福堂之所以能夠增長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因為他有明星 所以那些人就會 一窩蜂地跟著他 我覺得 這次其實就是想說一下 教會增長的問題 其實我不是針對蘇榮智 因為 即使我以前回到那間教會 其實只有幾百人 只有幾百人 就不算大 那些教目 我都聽過好幾次 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他會覺得自己有一定人數 這樣說 這真的是上帝的祝福 我們 真厲害 上帝祝福我們 表面上聽起來好像很謙虛 但是說是上帝的祝福 對基督徒來說 當然是非常驕傲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同時間為了突顯自己 多麼受到祝福 他反過來也會找出一些 反面教材 就會跟你說 你看哪間哪間教會 他們由幾多人 變成現在的幾十個 然後他們說 要不就是那些教目有問題 對主沒有信心 祈禱不足 要不就是為他們的事工 就是不受到上帝的祝福 其實我覺得兩個說法非常有問題 因為你那個人數多 就不代表你是受到上帝的祝福 你那個人少 也不代表你那個事工 就是上帝不看好的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其他原因 我想探討一下 因為 想一問陳道 因為我們這裡有這麼多人 不如Eric你先說一下 因為你先說一下你的背景 你最近生活會有一點轉變 不如你自己說吧 其實我正在計劃 我正在計劃 我預計8月中 即9月就會去讀成學 重新裝備 即完整地裝備了自己的信仰 其實這個原因是因為 過去去年我去過加拿大 回到以前的教會 就發現了以前教會 由一個剛才所說的 剛剛的反面 是一個小城市 由一百人 一直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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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只剩下10個老人家 因为他成为曾经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祝福的一间教会 稍后你再说一下你觉得他会负增长 但是这个就是你想去读神学的原因 你希望读完就去服侍这间教会 希望这个是我暂时一厢情愿 但是你本来有职业的是不是 因为你的声音都不是十多二十岁你又说有老婆 其实做了IT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来都在电脑行业做做 自己有公司也叫做不觉不失 好就不算十分好 但也叫做养得活自己 养得活你听起来很发 怎会只养得活自己 养得活自己而已 自己有公司很厉害的 创业 因为越黄洋达现在创业 他都好像很勉强 都未能够养得起自己 那你养得起自己很厉害的 知道吗 厉害你那些号称大亨的 别担心 别担心 陈道 其实在我这里 Eric就打算去读神学 我读的那些就不算是神学 只有你自己读过神学 不如你分享一下 你读神学那天有没有教会增长 那个Tro zweite这些 其实呢 科堂就不会教 尼堂 但是呢 科堂呢 我们特是在讲 occasions 正常的事 想要怎样牧羊 其实是很正怒 就可以讲一下 例如讲一下 如何去做不少一些án 立心的教讯 如何做好 Xavier 教育 雖神学院 那时候会叫我们去那些教会增长高峰会,外面人们搞的那些 是的,苏永智也说过,他做过主讲的那些 是的,其实很多这些聚会叫成功人士,所谓成功的教目来教一下路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连续两年都要去听,是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你说是否在课堂上教,就未必,但是意识就在 暗示我们都要学一下如何帮教会增长 那你那家学校没有,但是以你所知 有没有神学院是真的有一科教你如何教会增长? 教会增长学应该就不会放在正规的神学院课程里面 正规的神学院就应该有牧养神学那些 陈导说我问你这么多,最想要你这句,我们没有夹过的 刚才陈导说,那个教会增长学就是不会放在正规神学院那里 但是恩福开那间的神学院就有一科叫做教会增长学 是吗?是呀,就是在他强力前男里有这些东西 是啊,有苏永志自己主讲几堂的,我看 其实教会增长学这个名字应该证明为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做教会marketing,或者野教marketing 根本就是这些东西而已,不要讲得那么没听 那他就搞了,他自己堂水,他那些恩福的圣经学院 是给恩福自己的人读的 就是要会友才读得? 是啊,他可能都收其他人的,不过就很严格 主要是他一万人,他随便跌两个百分比也够他 他通常都是收回自己人,自己人培养自己人 再牧养自己人,就是一个三字的系统 是啊,因为我最近听过他最近的一堂讲道 我真的很认真,我为了准备讲他 我去听他讲道,你知不知道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很辛苦的,简直是,不要说太噁心了 但是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他呢,他是推崇这件事 我曾到说之前,我不知道他那间神学院是给他自己的那间 但是他讲道是这样说的,因为他说 那些神学院应该是什么 什么for the church 什么 那些那些,是专为服侍他那一间教会 去搞神学院出来的 所以他是很反对那些神学院和那些大学走得太迷 他甚至乎是开名批评崇基的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到类似 他不是这样的term,但是他的意思是 就是一个不信的神学院 训练出来没有好东西 他的意思是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牧师社 就是那些牧师社都说不要伦断人 不要批评别人 就是别人以事论事去说 就回家事件 他就说别人去批评别人说伦断 他自己这些才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些伦断人 他就不会觉得是的,真是搞笑 是啊,我问一下你们几位的意见 他那个说法就是他那间教会 由几百人变成万人 因为很明显就是显现出这间教会的事工 就是得到上帝的祝福 那你们同不同意呢? 不如Eric你先说吧 免得回答声 我个人来说只是觉得50%可能 50%不可能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不是 简单来说 你只见到一间 等于那间屋 见到一间屋的家 很漂亮很华丽 有工人出入 就是等于个人 几百万未开头 他们一定是富价坊 不是必然 那就是啊 诚哥 不代表他是全香港最受上帝祝福的人 是吧 是的 所以我这样 我觉得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可能性 但不是一个必然性 陈道你怎么看呢? 你有木会经验? 你应该有很多看法 其实呢 教会增长呢 有很多原因 就是我提其中一样有可能 就是 其实一间教会呢 大到有800人或者以上呢 他本身就已经很有吸力了 其实好像黑洞那样的 那间教会越多人呢 那些人呢 就会自然地觉得那间教会有口碑 越吸越多 越吸越多 那么呢 过了某一个数 那些人就会自动增长的了 就是再加上呢 恩福他自己有大流 有配套 有那么强劲的人手呢 有很多人呢 根本就是看中 他教会的那些配套设施呢 而觉得这间教会好的 那是不是 那当然啦 我也不会否定 他教会有些事情做出来 是奇奇理理 那被人觉得有信心 那么说到尾呢 就是好像一间大公司营运那样 一间大公司营运得好 营运得像样 那些人 那些客人啊 在外面看来 他不知道头不知道路 就觉得他门面挺漂亮的 那就去吧 就是这样而已 甘德宝呢 你有没有思考这些问题呢 给你个机会做财女 哎呀 做不了财女 不过我真的觉得 都是好像Eric那样说 不是必然性 而且最重要 教会多人的话 但是那些人其实都 如果有些概念 或者他根本都不太好 不会懂得去关心别人 不懂得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那么多人来都没用的啦 嗯 陈道啊 我传了一条link 是youtube来的 去你那个facebook那里 你看到你又帮我播 但是不用传 给别人看一下他样子 就是我一直说 我觉得人多呢 我就赞同 刚才三位说的说话 就是有可能是上帝的祝福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啦 就是不能够自动说 你人多呢 你是不是受到上帝的祝福之间 其实是没有一个强烈的邏輯关系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如果你说人多的话 例如在苏俄地区 有个人叫Visarion 他本来是个交通境 后来 那些呢 就是在一九九零年代 就被人炒了鱿鱿鱿 由那时候开始 他的失业到处港导 就是也要憋怨怙怙怙 就声称说自己是上帝的姨子 是耶稣再世 就是那些东西 经常穿着大糕 向会众讲话 预言世界末日 多次都是这样 并且叫那些会众不要吃烟 喝酒 说粗口 建立了全世界最大型的宗教会所 全球信众过万,拍得住那个苏榮智 其中四千多人一起住在西伯利亚一个地方 你这么多会众,你又这么有钱 难道就自动代表这个人就是上帝的第二个独生子吗 你上高登,上老吗 你教会多人,我觉得可以有很多原因 可以是上帝的俗福 也可以因为有个明星去你那里 也可以因为所属地区 也可以因为平日港道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人喜欢听错误的东西 多过听正确的教导 你的恩福堂有很多会众 这是事实,很威威 但你不应该随便拉上帝下水 你开口就说这是全恩上帝的祝福 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谦虚而是极端的骄傲 因为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说 上帝的祝福比起金钱其实是更加难得到的 因为这个 不如我分享一下我的教会增长学 去广告 你说吧 这一节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回来再说吧 回来再说吧 好 好,待会见 回到第二节的耶教移民录 刚才哈欣给我的视频 都播得了没有 好,你现在帮我播 但跟我现在说的东西是没能力的 但都要看看 那个在苏联的 不是苏联 就是苏俄地区的 那个人 不用声 只是看看他的样子 还有看看人有多么爱戴他 他也过万会众的 这个人 我刚才说我要分享一下敲天的教会增长学 说实话讲开教会增长学 刚才有 网友在checkroom那里更正 他说在一些 正式的神学院 其实都会有讲教会增长到正常的 但是适逢遭適合 陈道那家没有教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这个苏永之 他说 当人问他 怎样教会增长得那么快 他说最主要就是打开前门 就关上后门 这样 跟他反对江教的立场 其实是一致的 他就说 他有三宝 他说 信徒有一个成长路 当人来到他们教会 就会用三宝 去稳固他们的基础 包括有一针见血的福音 价值观重整 以及新生命新生活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照他 苏永智教你 这样去增长教会 我告诉你你死定了 因为他自己也不是靠这几样东西来增长 我告诉你 是怎样可以教会增长 三宝 第一 你要有明星 OK 但是 你要明白蔡小芬这些 可遇不可求 但是你没有 你也可以出钱请的 你当投资 是吧 这些没所谓的 苏永智 他也力支持 罗鸦方舟经济启示 可以是正确的 亦有可能是错的 未能得到证实他都用 是吧 基本上 用钱请明星 已经是相距不远 只要有效果 你就不理得那个手段 当投资 请一些 演戏 演技的明星 去你教会 做场戏 扮讯主 不用红 请二三线的就够了 你看高浩镇从来没红过 信了耶稣就红了 是吧 第二宝 就是你要向那些 务道者 传一些 刺不入肉的福音 不是一针见血 是要刺不入肉的福音 你又强调信仰 就像江泽民 胶棒 令人心情愉快 就是有阿爺 有阿爺 认立法会又会为你代讨包选 是吧 你要传这样的福音 向那些 武道者 这样说 这是第二 第三点 就是向那些资深的信徒 传授 价值观 重整 课程 为什么价值观 重整 因为本来 他以为福音是很容易 现在你就要重整他的价值观 告诉他其实福音是非常困难 你以为信耶稣很棒 其实就是天天背负十字架 但是这个要他信了一段时间 在你教会那里值筋 认识了很多朋友 你才向他传这些 懂不懂 你就开始教他十一奉献 每个礼拜要侍奉 20个钟 翻齐崇拜祈祷会主日 学团契下令营报道会 现在就不是说你不做 会失去救恩 但是你又想想你对不对得耶稣主 因为你对不对得圣灵主 对不对得天父主 是吧 我觉得 这些这样的措施 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吸纳新人 最大限度地扎干那些救人 就做到意入难出 你觉得我说得正不正确 我觉得教会增长 让你做齐这三样 包你增长 最少几千人 我觉得好像那些去旅行 然后他会 叫你进去 即是吸引你 用一个很漂亮的门面 吸引你去那些 专是叫旅客买东西的地方 那他后门就关了 其实那些 去那些 那些销售的地方 就是前门开 后门关了 我那次去 他就是说 我说我睡厕了 然后他说关了后门 他不让我去 然后 然后进去 然后进去 猪仔团 对呀 猪仔团 然后扎干你 我觉得假会想增长 你照我做这三样 如果你是指问结果 是不问过程 你做足这三样 我包你搞定 真的 因为我觉得是很理性的一个手法 我觉得 说回来 认真说 我觉得 就是 你的教会 有增长 有很多原因 例如我刚才说的三宝 明星 幸福音 还有 信了之后 才传一个 比较困难叫人毁身的福音 这个三宝曲 你传这些 你也可以在教会增长 所以我觉得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你人多 可以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你那个位置漂亮 我觉得 不是很值得 骄傲 用来晒命的东西 但是 你骄傲也算了 我觉得做人的事 你事业有所成就 你感到很兴奋 你讲大了 其实也可以同情 不过更大的问题 就是 因为有些人 不是苏永智 也讲讲其他人 不像针对他 有些人 不单止是赚自己的教会 他还是有个倾向 去展示 一些 比较少人的教会 经常用这些教会来做反面教材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 我把连续 放在checkroom 想看 原本的 那篇文章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 归正教会 亚太裔 教会联盟主席 张景祥牧斯 他说 欧美很多教会 都奄奄一息 以前的教会是文化社会的中心 现在 已经没了 他说 几年前 去美国布克林 一间 United Church 他开会 他说去到的时候 看到有一间 很漂亮的建筑 去按钟 谁知道 法国不是教会 他说 原来那间教会 以前是很威威 现在 又要卖物业 只剩下几十人 他说 看得想哭 他说这间教会的例子 就是欧美主流基督教会 衰微的缩影 但是我觉得 这样说就不是很正确 你教会 由人多 变成人少 是有很多因素 在里面 是不是 其实这个人 他一直都胡说 因为 刚刚那星期 看到 张景祥牧斯 他说 叫信徒要注意 学习 一些属令争战的原则 他就说 有间教会 在这方面 做得很差 他说 在曼哈顿29街 5th Avenue 有一间 归正教会 他说 这间真是反面教材 他说 这间这样的教会 他 就在教会的四周栏杆 挂满一些 黄色的布条 上面就写着 那些 阿富汗陣亡的 将士的名字 他说 这些举动 其实是很不合当的 因为 你这样做法 在那些 报条上面写的死人名 其实是召召亡灵 他说 恐慌会 撞鬼 他说 有刚好得那么巧 那间教会的牧师 没多久之后 他就病死了 因为这个人很迷信 胡说 在这里 我觉得适合 听听Eric的故事 因为我那天 我准备 讲这里 教会 人多变人少 可以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是因为牧师 懒惰 也不一定代表 因为那里的事工 是上帝 不重视 这样 可以有很多原因 Eric 不如你讲一下 为什么 你说 要去那间 你现在要去读神学 你本来有一间公司 你又不做 为什么 你在生活上有这么大的转变 你都要去读神学 要去服侍那间教会 不如你讲一下 OK 其实那里是一个 很小的 在加拿大的 一个很小的城市 加拿大的城市 就是很有趣的 它整个城市 主要是做学生 这个城市 主要是一间大学 一间大专 支持整个城市的生活 经济 所以它本身的城市 是做读书 因为相对地 便宜很多 它的学费会便宜一些 所以 那时候有很多 香港学生去读 在那时 有十几个华人的家庭 成立了一间教会 那时候 他们也见到很多 香港的留学生去读 很有心机 香港学生 要去为香港的华人 传福音 就专做留学生工作 留学生工作 在当时华人教会 其实很多都 很多教会都做 不过这间教会 他们看到一件事就是 他们知道这些留学生 不会留在城市 因为这些留学生 要是回香港 要是去大城做事 但是他们也觉得 是需要的 因为他们觉得 在那当中 福音工作 在大学里做福音工作 是当时 当时教会的主要骨抗 所以那时候 即是他就算是 成功传到福音 但是 那些人都会走 因为他们是学生 学生 全部都会走 多数会走 很少留下 他注定是人少 注定人少 那时候 10人家庭 大概有20-30人 因为做学生工作 其实 他学生工作 最方式的时候 有七十几个 基督徒在 留学生基督徒 在一个教会里面 正在教会 所以 而当时 是接近 包括学生的一百人的教会 其实算不错的 每一年有学生来 有学生走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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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中 在八、九、十年代有很多学生 在那里做教会 主要在教会里面做执事 回到香港 可能继续做传道人 教会做执事 其实是祝福了在香港的很多教会 在那一小的教会 去继续延伸到香港里面 但是 很简单 到九十年代尾 开始 加拿大美国的经济 为什么你会回到那间教会 为什么你会在那里住 你是学生 我也是学生 我也是学生 你自己都受惠于那间教会 我也是受惠于那间教会 我也是受惠于那间教会 因为在那里面 我虽然不是一个信主 但是我在那里有三年时间 他们都很放手 给青少年在那里面 做大令的工作 做执事 做主义学 做成人主义学 有学生 有些年长的 可能第3年的学生 第1、2年的学生 做教导 模仰工作 其实是这样的 慢慢训练他们 所以他们 很多人在回到香港的时候 很多时候 教会很多的领袖 回到香港教会再投入 很多时候 都教会了领袖 有些牧师 或是在呼吸机构做 那种 我们再联络他们 到九十年代尾 经济大失识 其实就开始 他们 当时的 实际的华人家 因为 因为一小的城市 变成了 他们的工作量 越来越少 慢慢 一家一家都 搬离了城市 搬离了城市 去了大城市 温哥华 多人多找工 但是 经济好 之后 经济好 他们搬走了城市 那些家人 就不会搬回那里 就是流失了 流失了 流失了 所以 那时候 有很多 三四十人 就变回 现在 我最近 只剩10 几个老人家 所以我们就会 我跟他 再回去 因为这个地方 是我们 伤识 我们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即是他现在 还继续有 大幕在 有机会 都继续 现在多数是 内地的大学生 内地的PhD 多数 现在反而是多了 所以他们 就很有心 不如 香港大学生不来了 不如做内地的大学生 尝试做 但是内地大学生 他们就 很多困难 包括言语 教育 教育 文化差异 他们都 实际是 花了一笔钱 请了英 在英国 请了一个牧师 回来 他们去教会 专做内地人事工 但是牧师做了四年之后 都去了大城市做 因为在四年之后 很多牧师 很多人来做 做一两年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走了 有些是很有心的 有些做了九年 最长的 做了九年 但是有些 最后那个 做了四年 就走了 但是教会 本来也有十几个青少年 一直到今天 慢慢退 最后一两个就完了 所以 你都曾经受惠过那间教会 你觉得 虽然撇开人数不算 这间都是一间好教会 不然你不会放时间下去 我想分享一点 我想分享一点 你再说 我觉得Eric说得很适合 因为我之前 在德国读书 我都是去一些 华人教会 那里 其实我觉得 真的很好 那里的牧师 在我 这么多年 我都是觉得 受惠了 最多的一间教会 就是在那里 但其实他们的资源 通常这些 他们都是 跟Eric说的 接收 中国 或者是香港 总之华人的留学生多 但其实那些教会 那些教会才是 很有需要 但也是 最有培育到 热心的基督徒 就是火热的基督徒 是最好 因为那时候 大家 你知道 人在外地 就比较惨一点 所以大家都 互相帮助 还有 那个牧师 他真的 不是好像 我回到香港之后 感觉就很不同 但是那个牧师 真的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教学生 教我们圣经 以及帮助我们 所以他放了 种子在那些 学生 其实他也预认了 每几年 每几年 那些人 就会离开 所以那个教会的尺寸 永远都是小 而且 是直接没有教会 还是租一家教会的地方 来做 但是 他也说 其实 不应该放弃人数 他们也不介意人数 那方面 那些东西 他说 知道这些学生 其实回到自己的地方 那里 那个发展 更重要 是 是啊 我那时候的牧师 都是这么说的 你们有机会回到香港的时候 在香港的教会 服事 有一天 那些教会告诉我们 我们是分别 你们这家教会 他们正如是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陈道 你是否想说话 听到一些 我刚才听到Eric 和听到金德宝 一直说的时候 我都想起 几个 这些默默耕耘的故事 你讲来听一下 我呢 我认识一个牧师 他年轻的时候 可能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在大澳 大澳里面 木会 大澳那时候 没有年轻的 全部都是 坏的说句 全部都是老弱残兵 他都照去 每天洗几个小时 他那时候住在里面 那间教会 是不会有新人来的 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他就一直做 直到后来 他找到人接班 他身体不好 他就离开了 后来 他又是去接了一间 只有二十几人的教会 在香港 都是在香港 二十几人的教会 一直照着他们 我认识这个牧师 他都经常跟我说 教会不一定要增长 才等于做得好 我不增长 又行不行 他就真的这样去 他又不叫人 传福音 他就不断照顾 很小的群体 他终于捱出病来 他捱不出头 但是捱出病 很辛苦 但是我很敬佩他 但是 有些认识他的牧师 就经常批评他的 批评他的牧师 就是觉得 你这样做好人 教会怎么会增长的 不断地说 应该 就放一些人手 大展拳脚 就是教会增长的东西 对比之下 我觉得 那个情愿做二十多人的牧师 就是 他心脏 就更加 像 一个 更加像耶稣 我认为 我想起另外 一件事 我有份参与 大陆 有很多 有没有想要赞自己 汲汲就这么久赞自己 你真是 忍到你都奸 你真是 我认为 我认为了更少 我也认为 东莞 有很多工厂 的 有家製衣工厂 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团契 团契 最多人 都是十个 整天因为工厂要加班,或者人们回家,或者人们离职,整天都只有两三个人 但是我认识有一个宣教士,他每个星期都上去帮这些人开团契 他一个人带几个人去,五六个香港人去,就服侍他们,有时两三个,有时十个 这件事维持了很久,维持了五年六年,现在还在做 我又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他真的不怕,他也不介意你没有人 我曾经参与过,我试过有一次只有一个人来 我们有七八个香港人,那边的民工也只有一个人来 我们也照着跟他训练一个很不失礼的聚会 照说信息,照有敬拜 这些是令人印象很深刻的一些片段 教会是不是一定要做大,做强,要多人呢? 似乎不是 人少,耶稣都特意去格拉森帮一个人 我觉得似乎在小人的服侍,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神是很看顾一些微小的人 我觉得不是说要以一个... 即是你们几个都说过你的意见了 我就觉得Eric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告诉你,那个教会人少和那间教会的质量 又或者他能够做到的事情 他人少不代表他没有存在的价值 又或者他的价值是比恩福堂少的 他起码就很深远地影响了Eric 那么他今天就有机会 在线人数1600人说 待会下载就可能接隔一万 那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即是你即时看不到那个人数 你不能把一个数字放在程序表里 那不代表不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工作 你不可以量化 有些东西不可以量化 就不代表那件事没有价值 而且我觉得一件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很多人说 那个教会很多人上帝很祝福 你一两间教会是不是上帝很祝福 其实是很小事 你最厉害的不是一间教会 你分了一堂就两间教会 最重要是整个基督教能够受惠 现在的情况就好像 你一个读医毕业的人 你可以去纽约大城市开诊所 你认为那些人是实发的 对不对? 但是 一些窮乡毕业 他们需要医生吗? 他们能够出资源去聘用 那当然是便宜很多 你的朵肠肯定是小很多 这个很自然 但是不代表 在纽约做医生的人 是高尚过在穷乡辟酿行医的人 你发了你很厉害 但是那些在做穷乡辟酿 注定是没有发达的人 现在的确是,你们在做一样类似的事情 但是有个人是发你很多 但是大家在做的价值是同等的 但是工价差很远 那他说了两句,不然笑着你 常常都想着赚钱 又租加巴士,又说要增长人数 又搞报道会,又找明星 只要你两句,你不用抽水 马上又拿回人家做反面教材 是不正确的 现在整体,全世界的基督教 你要涵盖的地方是有很多的 即是你的大城市在中环 那些有钱人,他们都需要有一间教会 那些很容易发展 即是注定的,你找一只猪去做主流牧师也好 即是你只要有个明星 你找什么人都可以 你什么一定要是苏永智 即是不懂中文都可以去的 不认为我不懂中文都可以去的 你找个什么人去做也有效果 你这间教会起得这么漂亮,又有明星 本来有多人又有钱 那谁不想去呢 但是在一些没有这么富裕的地区 又或者好像Eric说的 那些注定永远是没有发展机会 空间的地方 那些地方都需要教会 那些地方都需要有牧师去做事 事实上是两者都需要 但是一个很正常的倾向 人人都想发的,人人都想出名的 那些人都涌上去 又要增长 又要增添人数 就冲出中环 就像现在政局那样 你站在一边 自称激进 又搞抗争那些 你注定选举的时候 当然是小票 小票就分不云 那些装就分裂 就吵架 你要多票 你一定要站到中间 你要有少少和气来 什么人你都感到 这样才可以 现在的情况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站在旁边那些 在吵中间那些 随便乱搞 这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整个局势 你当然是什么人都要有些 你中间又要有些 你站在一边那些 旁边那些 又要有些 站在旁边那些 资源少些 那当然是有少少怨言 大家都为那件事出力 又很自然 本来站在旁边那些 又希望打中间那些 是吧 每个人都想发展 因为你要去到中环那些 那些地方 是吧 要 拜托到很多人 才有发展空间 那些教会 都是类似的 大家都需要 我觉得最看不过眼 就是那些 你本来已经站在中间 你已经在中环那里 建了教会 你都佔尽天时地利人 你都发了 你赞自己就算了 你用不用 又要 又要出文 又说道 又说一下 去攻击人数少的人 他人数少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是他懒惰 不一定是因为他没有上帝的异象 有很多其他原因 可能他觉得 那个地区很需要他的服侍 现在只是你有异象 别人没有异象 只是你有远大目标 别人没有 你只是立刻看那个人数 所以我觉得人数根本 只是虚荣 只不过是 这个是我的意见 有没有补充 几位 你说一下 Eric Eric 你有没有补充 你注定要去一间 就摆明是小人的教会 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 我想 我本身喜欢小人教会 第一 第二 我觉得小人教会 不是代表他没有意义 如果你这么说 用人数 成不成功 来代替意义 我觉得很有问题 很简单 一个很简单 就是 善忠服务 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需要 其实一个 一个男性 或者一定没有医的人 有善忠服务 有他的需要 你不可以说他没有 但是他是不是成功 可能真的不成功 但是他是有人间的意义 我觉得有些得难修女 我觉得 你喜欢 你可以不认同他做法 但是你不要 我相信没有了多少个 敢说得难修女 做得做的 没有意义 这个其实我最 人生里面 我觉得 不需要 我自己看法 我从小就觉得 我不需要很叻 或者出名很叻 其实我喜欢一个平凡人 但是我相信 人生 在实际的角度里面 他需要的人 是一个 他愿意为他卫生 去做他想要做的人 你家人 知不支持你 你搞这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 我太太不支持 你两个女儿不支持 我两个女儿很小 就是他们未了解 大女儿就好些 他们未意识到老爸就来破产 他们未意识到有些事情 其实太太支持 是今次成事的最重要原因 没有太太支持 其实很难做 父母 父亲 我父亲是很开放的 很开明的 他虽然不信主 但他们都 他就会觉得 你是你自己选的生命 你自己选的生命 其实是一件很热血的事 是吧 好像那个牛师傅 又出了Facebook status 又说 看拔都做难投卒 但是又出一本漫画 可怜了王阳达 九龙皇帝变难投卒 这一本 陈道 你是木会 你有木会经验 你有没有补充 对这个话题 没有 我觉得Eric做的事 他的举动本身 已经很有基督精神 我觉得再加下去 也不用怎么说话 我只是鼓励你 你去到 你要记住 你正在做的事 好像耶稣正在做的事 谢谢 说得这么厉害 那金德宝你帮我们总结 不要 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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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机会 今天集就是说 重责不要重量 总结了 好 我告诉你 其实 其实苏永智他都这么说 但是他做出来就不是这样 每个访问他都说 感谢神 但是我们是重责不重量 但是我们很霸奋 我们人多 所以上帝 证实了上帝祝福我们 都是说那些东西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 都够钟了 那陈道 你是不是说要唱歌 不是 Eric 我有一些东西想问你 你是不是会回到加拿大 那间教会 是不是 是 你现在在香港 是不是 我一暂时回到香港 你现在在大陆和香港 你会回到加拿大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回答他 不是 不是 那我今晚送一首和飞 有关的歌给你听 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晚就 好 还有 有一些东西都没有跟大家说 今晚是 有神秘嘉宾和我们一起唱歌 那你应声 好 那我来到 去歌了 好 今晚节目到这里 没有5 没有5 搞错 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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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 就5很猥琐的 不要紧的 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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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节目就可以完结了 去广告 嗯 嗯 嗯 拜拜 拜拜 再见 再见